Hello 大家好 朱昌奧 在疫情封控三年期間澳門旅客大減 企業人力資源需求亦相應下降 外估數量持續下跌一度 由2019年12月底的196538人 接近20萬人 跌至去年年底的154912人 三年累計曾減少41626人 據勞工局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8月底 外估又升至170286人 按月增加2844人 而今年外估數量較去年12月底 增加15374人 當中以酒店及餐飲業增長最多 有9067人 其次是家庸1749人 建築業就增加1281人 上述三個行業 已佔新增外估近79 原因當然是年初大幅放寬 疫情管控措施後旅客回流 帶動就業市場回暖 外估數量又重拾增長 有學者說 年初放寬通關操資以來 旅客量急增 當中酒店人力資源最緊張 因為不少酒店前線外估 在疫情期間辭職或不獲續約 導致通關初期 酒店客房因為人力資源不足 而未能釋放到市場 酒店業需要加大力度招聘 但本地人較少加入酒店前線工作 多數靠外估補充 值得留意的是 酒店同餐飲家庸建築 佔新增外估近8成 其他多個行業外估增幅不顯著 反映相關行業復甦情況不及旅遊酒店業 所以人力資源需求不太強勁 多個行業反映 十一國慶王今週旺丁不旺財 復甦、確張的步伐不如如期 人力資源需求漸趨平穩 加上酒店業人力資源得到緩解 預計外估回升的步伐將會放慢 不過放慢還放慢 截至今年8月底 勞工局已經批出的外估佔用許可 有203218個 即是可以請20萬人 不過現在外估是17286人 而佔用比率回升到83.8% 早前也說過 酒店餐飲的工種 可替代性高 所以人工很難升 人工比較低 沒辦法 好 這一集就先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視頻 給你指同意去買 多謝你們